民視台灣學堂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收看民事台湾学堂 台湾的觉醒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谈谈一个问题 就是国庆也怎样来到台湾 过期的历史学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说过期 这项比较少 历史是偶然还是必然 其实有一点人生经验的人大概都会知道 这个历史就是偶然必然 这两个合在一起的算是常识 实在也不必有什么太多的诗变 不然的话就会像一些学者钻牛角尖 反而看不了大的趋势 不过历史就是在这个偶然必然的 这个错综复杂的交叉 它所产生的结果 这个给后世带来的影响 也会让我们后人看这一段历史 就不生感慨了 过去历史就有这么一派 就说好像都是天意上帝的安排 有人讲历史的剧本上帝早已经写好了 这个人只是在实现上帝的意志而已 这个过去历史学 西方的历史学是真的是有这么一派 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事情都要推给上帝 推给老天 这个历史学者总是想要在人的行为当中 要寻找一些因果关系 偶然必然的提出 也就是要在所谓因果关系里面要去寻找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郑成功到台湾来 这一件事情 真的影响台湾很大 这一件历史实在是影响太大 不只是过去有影响 一直到今天也是有影响 那么尤其是今天我们的处境 反而跟过去很多事情相比较 郑成功这一件事情 反而跟我们关系更密切相干 当几十年前国民党交给我们 就是要反共 要反共大陆 蒋介石事实反共 蒋经国绝对三部 就不接触不妥协 不谈判 但是他的徒子徒孙竟然跑去抱人家的大腿 这个卑躬屈膝 而这个当中有很复杂的心理因素 也有很多现实的利害在引诱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情形 大家再来看看三四百年前 郑成功的他一生的经历 实在是让人觉得这个历史实在是会给现代的人 是有一些教训的 有一些启发的 好 闲话不必多说了 我们就很快的进入主题 上一次我们讲到南明福州政权 主要是靠郑之龙来支持 但是最重要的一根柱子 这个支柱 郑之龙却去详卿了 而且却被裹挟到北京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南明在福州政府的这个代表性人物 当然就是唐皇 这个唐皇也寻难了 这个眼看 这个坚持抵抗 异族的力量将要被消灭 郑成功以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 毅然扛起大刃 走向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 他碰到这件事情 真正扛起大刃 他的十岁二十一 虚岁二十二 我们说走向历史舞台 说得容易 做的是不容易 有这个因缘际会 有时事 但是 这个你要成为一个历史人物 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当时候这个清已经控制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地方了 绝大的土地都控制了 那南明政府呢 一个接着没有王 首先是南京的政府 再来就是福州的政府 当然福州政府一王 又是这个在广州的这个赵庆 这个地方又成立 其实很快又往西退 那即使在福建这个地方 一些残存的这个返清复明的力量 也四分五裂 那就不必再谈 比如说浙江方面的 广东方面的 或是其他的一些林营新兴的 那江志生的台湾外记 曾经在讲到这一段 他概括的说了 郑成功在闽南起兵时候 最早期 刚刚起来 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这个情况 金门 金门是他的这个俗父 就是郑弘奎 所占据的 这个不是郑成功的地方 厦门是他也是一个族人 就是郑采 还有郑采的弟弟在那边 那福建 一直到浙江的 上去的沿海 都是海岛 像海滩 南日 南北二郊 以及周山到浙江的周山 这时候是这一些抗清的力量 是奉鲁王为首的 鲁王 这个是跟唐王不一样的 在金门厦门的南边 这个铜山 这个地方是诸寿 那在南一点 这个南澳 是城堡 这一些人 都是接受南明政府的撤封 也都是反清的力量 但是 这个 他们的力量 并没有整合 那年轻郑成功的力量 相对来讲 是更加薄草的 怎么样的薄草法呢 就说了 这个江日生就讲 郑成功只有安平 大家注意 这安平是泉州的安平 这个不是台南的安平 只有这个安平 这一块土地而已 因为安平是郑成功的故乡 但是所以他莫能展其所为 所以 他只能够在那边训练他的士兵 整次的整顿船只 漂游于古浪域 厦门的古浪域 或是海城之间 有的时候去了 这个镇海卫 以贯其变 大概都是在厦门泉州 这一带而已 以一些很小的地方 好了 那么可以说 这个连海岛 它也可以说没有立足之地 只有打游击了 但是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他的谋略 跟他的这个毅力 很快地聚集了大部分的抗清势力 以他作中心 成为清国最头痛的人物 1646年 1646年 年底的时候 郑成功正式领兵抗清 到1661年 他到台湾来 这个当中 十四五年的时间 他的总部是设在厦门 厦门在明朝叫做中左索 这个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行政单位 后来他以中左索作核心 这个金门是他练兵的地方 所以与盖略来讲 这十几年当中 我们尤其是把它画再画细一点 这个从1647年初开始 到差不多1656 这差不多这十年 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郑清之间的战场 大概都陷于福建 这个广东的东部这一带 所以在整个中国来讲 他算是在东南海语一带 这个跟整个清国的势力在缠斗 这个时期的一个记录 就是他的手下 户官这个杨英 写的这个重征实录 以及稍后 这个江志生的台湾外记 对这一段历史 都有逐连逐月逐日的详细记载 互相的这个胶着缠斗的情形 这个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短暂的时间里面详细来讲 事实上也不太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只前面这几年 比较一个大概的情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当中 这个胶着的情形 比如说1647年的时候 他攻入了海城 破了九都 再来攻了张平 这个龙岩 这些都是县 在包围泉州 但是泉州攻不下 这个1648年 他攻陷了铜安 但是不久铜安又丧失了 这些都是在闽南福建南部沿海地带 这个1649年的时候 攻下了铜安 去掠夺了张州的附近的一些县意 1650年 他攻打了朝阳接阳 1651年攻打了张浦 就是张州府的 1652年就包围张州等等 所以总之都在张州 泉州这两个湖 沿海附近的一些县 偶尔会打到福州 甚至广州的东部 这个偶尔会比较深入到惠州一带 这个但是时间都很短 那当然郑成功需要粮食 他的增粮有的时候会进入 这个内陆 比较内陆的地区 像福建的永定 这个比较客家区 整体来看 郑青的地盘 是全雅交错 而且经常异动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好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再回到台湾的觉醒 这是我们民事台湾学堂 台湾觉醒这个节目 我们继续刚刚讲 郑成功起兵抗清 都是在福建 闽南一旦为主 那他的抗清的时间 前后 差不多是15年 台湾的时间不算的话 差不多是14年 那这里面前头的 差不多10年的时间 这个基本上的这一种 这一种禅斗 我可以把它盖过成两句话 这个就是 清朝是以战逼合 以利又降 清朝就是整个的战略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 中国的大局基本底定 不过 这个满洲人是以异族入主中国 这个民族不同 而且他进来了以后 又联律风行 要替法 这个 大家知道 中国自古以来 一直到明朝 这个可以说是千万年 都是留法 所以留了这个长头法 男的女都都一样 所以要束法 对不对 要那个头门要抛起来 束法 现在呢 要把前头的 这个头法都剃掉 只剩下后面 这个绑个这个辫子 这个 西洋人叫做猪尾巴的 是这样的 这个对 那时候的汉人 就中国人来讲 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是吧 而且呢 这个满洲人又非常坚持 因为剃法 是北方民族 这个也是住古以来 从凶屋以下的 这个大家知道的 这一些北方民族 他们的文化 所以满洲人把这个替法当作你是不是顺从或是你要叛逆的一个指标 那时候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留法不留头 留头不留法就是这样你要活着你就留下这个头法 你要死你的头要你要坚持要留头法 这头只好被砍掉嘛 留法不留头 留头不留法 所以这个是激起这个中国人极大的不满 虽然各地好像都被清朝控制住了 但是这个各地都存在着不定时炸弹 而且事实上各种的小规模的抗争散布在各地都存在着 所以我们来检讨一下来概略看一下 当时候在比较大股的抗清的力量 在西南边就是贵王 就是刚刚讲的在广州赵庆那里成立的这个政府 就是贵王 但是后来一直退到广西再退到云南 最后就退到缅甸 这个后来贵王就被杀了 那在这个浙江方面呢 也就是海岛 就周山群岛那里 就是鲁王 那这个在闽南的这个 这个福王已经刚刚讲了 已经失败了嘛 已经杀了 已经被杀了 所以变成下郑成功 郑成功是奉贵王 这个为主 就是说贵王是他的皇帝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但是鲁王的 刚刚讲贵王一直往西退 那鲁王在周山群岛那里 也站不住脚 也是这样 所以后来鲁王来投奔 郑成功嘛 就是到了金门 大家知道 这个后来金门呢 就出土了 这个鲁王墓嘛 那墓也发现了墓碑 这一件事情 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 所以这个鲁王是 这个死在金门 所以整个来讲 我要说的 就是说剩下 这个真正有实力 能够跟清对抗的 就是正成功嘛 那正成功 虽然他的都 刚刚讲都是在沿海地带 在海岛 而且呢 这个双方成一种胶着状态 一个城市 得而复失 失而复得 这个往往的来来回回的 这种情形 那清呢 就想说 这个呢 要用另外的手碗 这个另外的手碗 就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以战逼合 这个以利又降 再讲到这一段历史 在这个明镇 在镇的 镇成功这一边的记载呢 都用这个叫做 议和这个词 那这个清那一边的这个记载呢 就是招福 这个招安嘛 这个其实在我看起来 就是又降 引诱你来投降 那又降的时间呢 主要的这个 比较大的动作 真正的展开这个笑脸公式 是1653 1653 那到这个1659 但是严格讲 是差不多是1657 这个 那双方有这个文书来往 劝详的文书 镇成功拒绝了这个书信 但是他这一些这个 所谓议和的这一种互动 最主要是集中在1653到1654年之间 这一些这个当然我们可以 其实这个时间排比下来 也是很多很复杂的事情 那我只能够概略的来讲 他最先发动的 清朝就利用这个镇成功的父亲 镇之龙 因为镇之龙已经被苟学到北京去了 这个在1646年的年底的时候 已经就到北京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利用镇之龙 就写信给他的儿子镇成功 说清朝想要和谈 镇成功是回绝的 所以我刚刚讲 这个清朝是他要跟你和谈 但是同时他也是准备跟你 要打你的 那个1月的时候镇之龙来信 4月5月的时候 这个清朝就针对镇成功所占有的这个海城 就发动大的攻击了 所以叫做海城大战 这个海城大战 镇成功是把清兵打得大败 所以镇之龙在8月的时候 又派人写信来劝详 镇成功回了一封藏信来拒绝 在9月的时候 这个敏浙总督刘青泰写信来劝详 所以等等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情形 我们留待下一集才继续在讲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情况 大家是应该要有所体会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大家的观看